房地产调控在吹暖风 西安调整限价房上市规则 网签被案满五年可买其他住房 业内人士认为 西安此次政策 对限价房上市约束进行放宽 客观上更好的梳理了 从限价房到商品房的认口机制 有助于促进限价房和商品房的流通 对于明确交易规则 活跃西安房地产市场等也有积极的作用 有研究机构统计 11月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 高达56次 累计看 2021年年内累计房地产调控次数 已经高达586次 广签被案满五年 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上市交易的 按普通商品房交易相关规定办理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 根据西安市房发2018-109号 关于加强限价商品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限价商品房自不动产权证登记之日 其五年内 不得上市交易 不得购买其他住房 一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月进也指出 此次政策主要有两个变化 一是限价房交易的限制期限被压缩 过去以产政办理时间为起点 而现在则以合同网签备案为起点 瑞银正欠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 在政治局会议确认 要维稳房地产市场之后 预计未来几个月政策 还会进一步放松来缓和房地产下行压力 避免经济硬着陆 但不会出台刺激扭转房地产活动的下行趋势 在此框架下 政府可能继续合理放松房贷限制 加快房贷审批 放松开发商获取贷款 即在按债券市场融资的限制 放宽部分预售资金的扩紧限制 从而改善开发商融资和现金流 中文字幕提供